縣雀 revision 帳文 mesh 佩輝 後輔以後 令主主aries 大家好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燕 我是從安 跟香港搬過來的技術行銷工程師 這次其實是IS Components第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參加Costco 所以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知道 原來台灣是有很多人去對Open Source有興趣 也有很多對Open Source有貢獻的工程師 集中在台灣這邊 然後昨天其實我還聽到有一些工程師對我們說 其實我一定在用Design Spot的資源 然後我也覺得很有用 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所以我就很驚奇 因為其實我們在台灣其實剛起步而已 所以就很驚奇已經有工程師知道我們一些免費的資源 所以現在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有什麼免費的資源提供給大家 然後呢這個演講其實還會介紹一下Raspberry Pi的一些新的消息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個讓你們可以分享你們開源專案的一個平台 然後呢這個演講其實還會介紹一下Raspberry Pi的一些新的消息 然後最後呢也會宣傳一下我們一些送硬體的活動 但是其實我們在辦一些送硬體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收集到很多不同的硬件 比如說或是說我們這些活動的步驟很複雜 很多不同的步驟才可以引到這個硬體 但是其實我們也有一些補充 因為呢我們先是要你們註冊Design Spot 如果你們不註冊Design Spot的話呢 就不知道我們原來有那麼多 那麼多免費的設計資源可以使用 然後第二呢就是 其實我們要你們拿到那個硬體之後呢 就寫一些分享在Design Spot上面 其實我覺得分享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開源呢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把你的東西分享出去 如果不分享出去的話 這個開源的社區就很難維持 所以呢我就 就你們拿到那個硬體之後呢 跟大家分享是很重要的 如果只有那個得獎的人自己在那邊按手 自己在玩自己的 然後如果跟大家分享的話呢 得意的只有那個得獎人 其他沒有得獎的人 就不可以從中學習到一些經驗 還有不知道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呢我們就需要得獎的人呢 去把他們使用的經驗 比如說他覺得這個硬體有什麼好啊 什麼不好啊 然後呢就可以把那些使用注意的地方 把它全部都放到Design Spot上面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知道 有什麼東西是好的 就可以把這個經驗 把各位經驗跟大家不同的人去分享 然後呢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Ice Components跟我們的網站 Design Spot Ice Components其實是一個全球領先的 電子跟電器維修產品的代理商 我們是一家英國的公司 全球有32個國家有辦事處 還有17個倉庫 所以呢我們是賣先貨的 我們不是你讓你下單 然後半年之後才收到貨 那樣就很糟糕 我們通常如果有貨的話 是7到8個工作天就會收到貨的產品 然後我們有提供55萬種波動的產品 包括電子 自動化語控制 測試電器 還有機械原件 還有我們網路下單式免運費喔 我們通常就是自己說過是7到8千 就可以拿到你的貨品 所以是很方便的 還有另外一邊呢 Ice Components.com呢 是給你採購給你買零件的地方 但是我們Ice Components也有提供另外一個網站 叫做DesignSpot 讓你們 就是讓所有的工程師 去拿到很多免費的資源 還有知道什麼 現在的什麼 最新的科技資訊 都可以在DesignSpot.com上面找得到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全球已經 已經有超過13萬的會員 在這邊 然後呢 我們DesignSpot的概念就是 我們就是想通過一些我們的東西 去啟發你們的一些興趣 還有給你一些火花 給你一些Spot 就讓你的設計 讓你的概念燃燒起來 最後呢 我們就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想 節省你們設計的時間還有金錢 因為呢我們覺得這些寶貴的資源 寶貴的時間跟金錢 不應該用來手動去花一個一個的 發的PCB圖 應該是用來創造你的想一些創意的應用 不應該用來設計PCB的 好的 之前就說DesignSpot上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其中一個呢就是介紹 Raspberry Pi的中文資源 網路上面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英文的資源 但是中文的還是比較少 所以你就可以在DesignSpot上面 可以知道有很多Raspberry Pi的教學 還有中文的Video 全部都是用普通話都記得 然後還有兩個 這些你就可以在DesignSpot上面 可以找得到 但是我今天就會把兩個重點抓出來 就是New Out of the Box Software 還有PiGo版 首先就先說軟體的部分 這個New Out of the Box Softwar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這個就 這個Software就 就方便了很多人 因為呢之前你們如果 如果你要安裝那個OS到Raspberry Pi上面的話呢 就需要過程就很痛苦 如果你是初學者 又不知道什麼是Linux的話呢 就會嚇跑很多人 就不知道怎麼去安裝這個OS 然後如果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 推出之後呢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sip file download下來 然後把它解壓 放到你的SD卡上面 再把那個SD卡插到你的Raspberry Pi 就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呢其實你可以選擇 你需要什麼 有不同的OS給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就是一個Home Fair的 一個家庭影院 如果你想把它用來做播 video 或者是聽歌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個Raspberry Pi 或者是如果你用來上網 或者是做一些文書的處理的話呢 就可以用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推出就方便了很多 不是太懂工程的一些玩家 另外呢 除了軟體之外 硬體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呢 在未來一兩個月了 就會推出一個新的Raspberry Pi 周邊廠品 就是這個PiGo版 這個PiGo版呢 其實是一個模組的extension版 就是把Raspberry Pi GPIO的訊號延伸出來 然後其實這個就解決 一些Raspberry Pi本身的問題 本身Raspberry Pi的上面呢 是沒有保護的 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就會把它燒了 就因為它沒有保護的 所以如果你配合這個PiGo版 一起用的話呢 它就會保護你的Raspberry Pi 不會讓它燒了 還有這個就可以增加很多 它的 因為它是擴展吧 所以它會衍生很多供應素啦 就那個 那個Flexibility就會提高很多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是Open Source的 這邊就可以看到一些Example 是我們公司一些同事 他們在做的 比如說你可以做一些Temperature Sensor 或者是Multor的應用 或者是ADPA LCD等等的應用都可以 用這個PiGo版做的 然後呢 如果你有很多Raspberry Pi的意念 還有很多Raspberry Pi的應用 你們自己做的出來之後 可能你會Post到你們的Facebook 或者是跟你們社群的人去分享 但是這些都只是跟你認識的人去分享 如果你想跟一些你不認識的人去分享的話 你就要去哪裡分享 所以我們現在就深推出一個平台 讓你們去分享你們所有的開源專案的一個地方 叫做Design Share Design Share呢就是一個可以把所有的開放 開放圓滿的專案都放在同一個地方的部分 然後讓Design Spotlight member可以去可以交流 可以給一些意見去improve Design Share呢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idea idea你可以把一些你自己想法放上去 然後看到有沒有人給一些意見 還有一些意念怎麼去做這個idea出來才會最好 第二個呢就是專案的部分 你可以放不同的專案上去 然後可以把你專案裡面的BOM List 還有那個電路圖、PCP符號、Software code 所有這些東西都上載到Design Share上面 然後呢就其他人呢就看到你這個Project 如果他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直接 登錄所有這些BOM List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你整個Project就是replicate出來 然後再做一些改進 然後呢因為這個平臺是新的平臺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鼓勵一些我們的會員去用這個平臺 就按了一個叫做Raspberry Pi 相互分享的比賽 在這個比賽呢你只要把你自己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上載到Design Share上面呢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這個限量版的藍色素Raspberry Pi 這藍色Raspberry Pi是什麼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是我們RS在Raspberry Pi一周年的時候 推出了1000塊限量版的套裝 這套裝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有一塊藍色的Raspberry Pi 還有一個藍色的Case 下面呢還有一個Certificate 這Certificate上面有什麼呢? 就因為只有1000塊 所以它會有一個幸運號 它會有一個序列號在這邊 然後我們送出去那套 就是有一個Lucky Number在上面 上面呢還有Evernocton 就是Raspberry Pi Foundation的創辦人的簽名在上面 所以就很有收藏的價值 如果你們有對這個比賽有興趣 想拿到這個禮盒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到Design Spot上面去看那個長期 除了Raspberry Pi之外呢 其實我們RS還有提供很多不同的開發的平台 比如說大家都很很認識的 Arduino或者是M-Bag ChipKit等等 B-Go-Go-Go Series 還有CI的Launchpad Gadget Renaissance 我們都有在賣 一方面RS就提供很多不同種類的開發版 Design Spot呢 就讓你知道這些開發版的特性 還有什麼教學 都會放在我們的設計中心裡面 這設計中心呢 就包括很多不同的項目 比如說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Arduino AndPad等等都有 這些就是一些Screenshot 它會有一些 之前我們推出 比如說 Arduino的十個教學的video 也會在這邊 可以看得到 還有我們Raspberry Pi 的一些教學的video 都是中文的video 都可以在這邊找得到 左邊呢 你會看到這個 就是Open Source的設計中心 這設計中心呢 就會介紹什麼 到底什麼是開源 開源的定義是什麼 還會放一些Open Source的community Open Source的work在上面 如果呢 你有興趣跟我們合作 做一些Open Source的partner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個演講之後呢 就跟我們相談一下 這個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Evelopment Kids 但是這些那麼多的Evelopment Kids 怎樣可以讓工作師有興趣 去做一些有興趣的項目呢 就我們在3月時候 在上海目的黑的展覽會 就有做 就有把很多不同的開發板 做一些很有趣的應用 比如說有一3D printer 我們就在那個現場 就收我們的3D printer 這個3D printer呢 就正在打印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因為我們就有一個 免費的Raspberry Pi的模型 3D模型 所以把這個3D模型呢 放到這個3D printer之後呢 就可以print到不同顏色的Raspberry Pi 出來 還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比如說用Raspberry Pi 來玩遊戲 或者是 把那個MickeyMickey 連到不同的西瓜上面 就可以拿它來做那個跳舞機 這個你就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話 就可以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 就是DesignSpark上面 可以看得到 之後呢 其實我們除了 有Raspberry Pi 不同的支援 不同的DevCase之外 其實你怎樣去 把那個開發板 畫出來了 畫那個電路圖出來了 就需要那個PCB設計軟體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就有提供一個免費 是中生免費的PCB設計軟體 叫做DesignSpark PCB DesignSpark PCB呢 是一個 其實用這個DesignSpark PCB呢 就可以 你可以設計電路圖 也可以把這個電路圖 轉換成那個PCB layout 然後我還可以做很多 其實所有 其實所有跟 跟所有 市面上的PCB設計工具 是大跟小異 所有 Auto routing Auto placement 等等的功能都有 我們可以繼續了 這邊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個電路圖 然後可以把它轉換成PCB layout 再來呢 雖然我們沒有 simulation 但是我們可以把 我們有一個 simulation的接口 可以連接到 LTSpice還有Tina 做一些簡單的 simulation 我們還可以 Export Graver的文件 所以你就可以 生產那個PCB出來 還有我們可以 Output 3D CAD的 的輸出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個 PCB設計之後的 就把它Output出去 3D的軟體 設計你的Case出來 這邊呢 我們就會看一下 038PCB的一些 key features 這就是 038PCB的 user interface 其實都很簡單 跟市面上其他的 軟體 有什麼分別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完全免費的 我們不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 我們不會限制你 那個乘數有多少 不會限制你 只可能說三層 我們是沒有 沒有限制乘數 跟那個PCB版的大小 都不會有限制 然後還有一個很漂亮的3D圖 你把那個PCB做完之後 就可以按一個Feeding View 就可以看到你的PCB是長什麼模樣 還有一些基本的功能 比如說自動布線 自動放置 然後Design Calculator 這些都會有 就剛剛說過 有很多不同的 輸出 有IDF XDF Gurber PDF等等 現在呢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這些就是我們 跟其他軟體 不一樣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 8萬個PCB圖 一個零件庫 叫做Model Source 這Model Source呢 其實你可以在DesignSpot PCB裡面 有一個界面 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不想用DesignSpot PCB 你已經有一個常用的PCB軟體 比如說PASS Altium Hotel Occat等等 的話呢 你也是可以到 我們DesignSpot網站版的Model Source 去下載這些模型 都是免費的 這邊呢 就是Model Source的界面 下面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零件列出來 其實在左手邊這邊 你可以Search by Part Number 或者是Search by Category 就可以把你需要的零件 找出來之後 就可以根據不同的參數 Filter它 然後選擇你真正想要的零件之後呢 就直接把這個零件拖到你的Design裡面呢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就是節省很多你手動 一步一步畫那個零件的時間 再來就是我們有一個Bomb Code的功能 如果你完成一個Design之後 那些零件你是想要 這個零件要再買一買 這個零件是什麼價錢 你都要逐個逐個去找 但是如果你用B38PCB的話呢 你就按這個按鈕 你按了 它就會把你B38 它就會把你的PCB的參數 都把它上傳到我們 IS的台灣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部價 是所有零件的部價 是所有零件的部價 還有這個零件是 現在有沒有獲得都會看到 所以一按這個按鈕就可以把你整個BONUS 就上載到IS台灣的網站 然後拿到一個即時的台灣報價 我們還有提供一個功能 就叫做PCB Code 這個功能呢 其實因為有很多小批量的 就是做Prototype的一些工程師 他們就跟我們說 我們不知道在哪裡去找一些PCB的機招商 是可以做小批量 比如說一塊兩塊的 所以我們就提供這個服務 你們給你們 就知道哪些生產商 是可以為你們做二十塊以下的PCB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按著按鈕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報價 一樣都是把你們的PCB的參數 上載到我們第38個網站 你只需要輸入你是想要多少塊PCB 就可以拿到那個報價了 所以呢用我們第38PCB呢 你可以在這邊搜尋你需要的零件 還可以設計你的電路圖 之後就一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直接把你這個PCB板上面 所有的零件都買下來了 所以這個design的步驟 所有的步驟都可以在一個軟體裡面 全部都做出來了 還有呢我們是兼用EGO的 如果你是用EGO的話 可以把EGO的Library 還有EGO的文件 都可以導入到Design Spark PCB 然後我們跟EGO分別呢 就是EGO是需要錢的 我們是免費下載的 然後我們是每一年都會有新的update 有一些新的functions加上去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會有很多不同 我們有中文、日文、英文等等的教學資料 都放在Design Spark上面 如果你有關於Design Spark PCB的問題呢 你可以直接到我們的網站 我們會有一個論壇 你可以上去 就有人會回答你的問題 這邊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個surprise 這surprise是什麼呢 我們在9月會有一個新發布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新發布是什麼的呢 你就要需要到我們 第38register 主持成為我們的會員的話呢 你就記住要選你收我們的newsletter 然後你就可以從我們的newsletter 就知道我們是9月份有什麼新的發布了 最後呢 其實成為Design Spark上面 去Design Spark做會員的話 有很多免費的資源可以拿得到 比如說你可以下載免費的PCB 你可以下載免費的模型 你可以知道最新的科技秩序 也可以尋找你的partner 你可以找有什麼人可以幫助我做這個project 我們現在就有搞一個活動 就是過了CostCup之後 如果你想要Raspberry Pi Camera 或者是Vigo Boom Black的話呢 你可以到Design Spark上面註冊 就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送出20台的Raspberry Pi Camera 還有舞台的Vigo Boom Black 所以就要留意我們Design Spark網站上面的公佈 除了Design Spark之外呢 你也可以來我們的Design Spark Fan Page 這個過了這幾天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接近200個粉絲 所以你們就可以來我們的Fan Space 就知道我們有什麼最新的活動 最新的發布 我們還有一個叫Design Spark TW的一個YouTube Channel 這個YouTube Channel裡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中文的短片 這些短片呢都是介紹我們在一些Exhibition裡面 有什麼Demo 還有一些關於Raspberry Pi Duino等等的教學 你們都可以到這個Channel上跟Subscribe 然後就知道我們有什麼新的Videos出來了 所以就希望你們可以到Design Spark上面出車 然後真的現在還沒有玩 因為呢我們之前就有一個活動是松石台Raspberry Pi的 現在就公佈中獎的人 不要他們是不是在現場 一個有沒有這邊的人是在現場可以舉手 兩個 但是有沒有人的User Name是A B C E 因為呢這個人沒有提供他的心靈還有電話給我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可以聯絡他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會 可能有機會送給現場的每個人 都有機會可以拿到Raspberry Pi喔 是真的沒有這個人在嗎 沒有 其實我們本來是送十台的 但是只有八個人 沒有只有九個人是完成所有的步驟 所以我們就前面八個人都可以拿到一台Raspberry Pi跟Case 但是另外有兩個人呢 就會送另外兩台就可以送送給現場的人 所以呢我之前呢就跟大家說 其實開圓碼最重要的是是什麼 就是分享嘛 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你是願意在拿到這個獎品之後 在Design Spa上面分享的話請站起來 我看到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二個 看到我熟了喔 一二三 謝謝的 好 謝謝 沒有 謝謝 請坐 來 前面幾位 正面對不對 謝謝 就恭喜你們,你們要叫三千字的試用玩 其實不用啦,其實不用,但是你們玩了這個演講之後呢,請你們留一些資訊給我們 就方便跟你們聯絡,然後呢,其實我們在三點的時候呢,還會有 我們邀請了Respury Pi Foundation,他的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創辦人Naren 他是設計Respury Pi上面的CPU,Brockham CPU的那個人 他會過來跟我們分享Respury Pi,他設計的經驗,還有他Respury Pi 那裡有什麼新的東西要發布,準備會發布的話 他都會在這個演講會跟大家說清楚 然後呢,我們最後在那個Naren的演講之後 我們就會Naren會親手頒獎給這十個人 所以呢,你們就記得要 這十個人要在101的房間 就在Naren前面,就最好坐在前面 就可以叫你出來的時候就方便一點 所以我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有什麼合作的機會想跟我們聯絡的話 就可以到外面去談一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我保安 非常 Cont Göken 我們事情有點操作 非常好很相談 請不要,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